Hello 大家好 上一段影片跟大家分享了 我去韓國買了什麼化妝品和護膚品 今次這段影片是說 我去韓國買了什麼衣服鞋 以下說的所有東西 如果我有上新圖的話 我都會盡量補回 第一樣想說的東西就是鞋 因為比較方便而言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很喜歡 去韓國日本就會行ABC mark 我覺得ABC mark是一個 買鞋的好地方 因為它有時候有些漂亮款 減價的時候很便宜很便宜 那我就買了一對Whipbox 是一個很普通的黑白色 然後中間的logo就是金色的 我買這雙鞋其實就是因為它便宜 我知道自己這些黑白色的鞋 我一定會穿得回來 那我就買了 它的價錢是ABC mark是不用500元 第二雙鞋就在Spyro買的 其實我最近已經穿著 它是一雙間條的懶人鞋 都是一穿進去就會穿得 它是白色的間條 比我穿得有點髒 它的香港的價錢 其實跟韓國差不多 都是140元左右 大家可以去看看 如果喜歡這個款 講完鞋就講一下手袋 其實我去韓國 只買了一個手袋 這麼大把 都是這些比較韓風一點的袋 它就有一格兩格 前面這個純粹是那塊葉 它開了之後 裡面會是比較大格 其實它沒有什麼間隔 這個小一點 其實它可以這樣拍扭撕出來 我覺得它也不算放到很多東西 但是平日出街的話 都可以應付得到 因為它是淺灰色 我也覺得挺適合春夏 可以襯衣服用 今次去韓國買東西 買得最多的地方 應該是韓國的高速後運巴士站地下街 我因為覺得它那邊的衣服比較便宜 而且款式也不錯 所以也買了一堆 第一件其實是一件短的牛仔褲 是淺色的 會看到它有些穿孔 這條穿上去也挺好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知道這個方法 我那時候在韓國買褲 沒得試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方法 就是用它的腰圍 這樣綁著頸 如果剛剛好 是你的頸的尺寸的話 這條褲就適合你穿的 第二條褲其實就是一條運動褲 因為經常看到韓國穿的運動褲 很漂亮 所以就買了一條 但是我之前在Hollister 或者ANF買 就覺得這個褲管位做得太開 所以我自己本身不是很健身的女生 我屁屁又不夠大 雙腳不夠粗 很難穿到那些褲是好看 而且不走光 這一條的話 它這個大腿位 剛剛好是我的尺寸 而且它也是長筋腰 這樣 很好穿 很舒服 然後在那邊 因為有些地下街店 真的一粒一粒 T恤 衣服 全部都是5000元 港幣35元 而且覺得買回來做睡衣 也很划算 那我就買了幾件T 第一件就是這個 它的印象也挺漂亮 設計也挺漂亮 唯一一樣東西就是它會比較透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看到我的手指 它這件也是我最喜歡的比較長 身一點的T 就是可以當裙穿的 那這件衣服我覺得很划算 還划算在淘寶買 然後我就買了一件露博的衣服 我連牌子都還沒剪 它是這樣 這樣 然後它會有個袖子 但它的袖子也會有個孔 就是你這樣穿完之後 就會露了半隻手臂出來 它是會短身一點 我想要穿回剛才那條淺色牛仔褲 應該都會好看的 這件衣服是我最近上班經常穿的 因為它有款C紋德利 穿上是很好看的 它是一條A字裙 後面是橡筋的 所以是free size 它也超級彈性 穿上去它的腰部 會幫你收得很窄 你看下去就會腰部很幼 這樣看它就是一條裙子 揭開了這個其實是一條褲 所以我覺得很方便 又不用打底 在地下街也找到我 其中一個去韓國一定要買的東西 就是腸辣牛 我買了一條很漂亮的 紮身牛仔褲 你看到它會有些孔 褲腳也會有點爛 會有些細節看 韓國的爛牛穿上身 真的很漂亮 很修身 總之整個感覺就是 穿完腳是漂亮了很多 然後屁股又幫你 好像削了一些 這條才是二百多元 這條我在地下街買的時候 是直接有得試買的 我那時候就穿著白色波鞋 這條換上去白色波鞋 真的超級好看 上去整個感覺很適合 買完褲子之後 打算買白色衣服 搭配一下 我也買了幾件 第一件是純白的 空後位就會有一個袋子 最美後位就是現在韓國很流行的這一種 這件真的比較透 所以裡面一定要打底 也是很便宜 大約七十元港幣 然後這一件我自己超級喜歡 是蟑螂白色衣服 袖子就是中袖 也是好像剛才那件衣服一樣的美 但這件袖穿上去沒有那麼低 穿上去我覺得一層白摺裙 一層牛仔褲 都很好看 除了地下街外 我也有其他逛街的地方 我去了一間店叫STAR101 如果你計劃去韓國旅行的話 我覺得你也可以去這間店看看 在明洞有兩間分店 離帶也有一間 我在裡面也買了三件衣服 第一件就是一個 真的很普通的一字博 它整件都是比較簡單的 而且那個款式比較短 剛剛那件一字博是一萬磅 我後來就不心聲 因為覺得那件不夠漂亮 所以我再買了一件二萬磅 這件穿上去就比較好看 它中間會綁上蝴蝶結 它那個衣服 是會比剛剛那件長一點的 我覺得它一字博得來 比剛才那件更漂亮 Style101 我買得最開心的一件 就不是剛才那兩件 就是這一件 你會看到白色灰色 這個領域 其實是棉質 它三身是有點雪紡的質地 我去韓國那天就是穿了這件衣服 然後我覺得很好看 而且它穿得很舒服 它的袖位也是好像會漂亮的 去韓國女生一定要去逛逛 去那邊拍照的話 也順便走過街 我在那邊也買了一些東西 第一件就是這個帆布袋 這個袋子的尺寸 我都覺得OK夠大 我打算將來上學的時候 就可以用回 我也買了幾件衣服的 第一件就是這件現在穿上身的 是一件很普通的間條 短T 這一件也是買了五千磅 我打算買來襯 又是白摺裙 短牛仔褲 什麼都可以 之後就買了一件黑色的 比較高領的短T 這一件我真的覺得自己買到服了 因為一穿上去很像潛水衣 真的很貼身 不知道想怎樣 然後這件也是五千磅的T 它是牛角衣服 很普通的 也是會比較偏短 是搭上剛剛說過那條短的運動會穿 都會比較sporty 在尼大也買了兩頂帽子 一頂黑 一頂白 我去了一間買男裝的地方買衣服 因為它外面有些很便宜的打底背心 好像也是圍起二十多元 這個褲子就買了黑色灰色 還有白色 但因為之後那兩種顏色洗了 就給不到大家看 就買了襪子 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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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些特別款的襪子 然後 普通的間條襪子 灰色船襪 普通的間條襪子 因為這間在雲大叫playground的地方 賣物真的很便宜 五百磅一對 即是圍起三個半一對左右 所以就買了很多很多襪子回來 這次去韓國買的所有東西 都跟大家分享完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你們之後都會去旅行去韓國的話 希望你們多買點回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